半夜11点58分 在床上玩手机的 我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小猪蛤屁 请求添加你为好友 看着手机的消息 我有点猛了 这大半夜的 怎么还有人家好友呢 我下意识地点了通过 这人还挺有意思 居然还喜欢用这种奇葩的网名 好在我的安琪拉不出来也还不错 刚通过好友 还没带我开口 对方就发来了消息 半夜12点的时候听到敲门声 不想死就千万不要开门 保持安静 就在下一命 一阵敲门声便从门外传来 随即我看了一眼手机中的时间 正好就是半夜的12点 我心中一颤 一股恐惧感涌上心头 是谁在外面敲门 但我依旧不敢发出丝毫声音 身体也不敢动弹 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 我现在居住的这一套 是老小区的单间公寓 隔音效果比较差 基本平日里走廊 发出什么动静我都能听到 不过很快我便松了一口气 因为我听到那个敲门声 似乎是从我对门传来的 原来敲的是 对面邻居姐姐的门 下一秒我便听到 对门打开门锁的声响 紧接着是一阵房门 被推开的声音 随即邻居姐姐的声音 便响了起来 你谁啊你 大半夜的吵什么唱 下一刻一阵尖叫声 传入我的耳中 刚放松下来的 我瞬间神经再次紧绷起来 冷汗不由直冒 脸色都被吓得苍白无比 难道说刚刚的 真的是坏人不成 惊恐 紧张 不安 身体都开始 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我甚至害怕 自己尖叫出声 用手死死捂住了 落地的声响 拖转到他声 不间断地响了起来 而邻居姐姐的 喘叫声也戛然而止 我只感觉门外的声响 不断刺激着 我的耳膜和神经 下意思捂住了 自己的耳朵 整个人都钻到了被子里 直觉告诉我 我现在就应该报警的 可是恐惧感令 我几乎无法动弹 我不敢 我不敢读我在这个过程中 发出的声响 会不会被门外的 杀人犯听到 甚至我又有没有能力 在警察赶来前 抵挡住门外 杀人犯的冲击 可是下一秒 门外竟变得异常寂静 像是刚刚什么 都没发生过一般 但是空气中的血腥味 还在清晰地提醒 我刚刚发生了一切 紧接着 我的门外竟再次 响起了一阵敲门声 没错 这次就是我家的门 我不由郊区一阵 又再次死死捂住了 自己的嘴巴 不应该啊 难道真的没人在家 一个男人的低沉声音 传入我的耳中 我差点失声尖叫出声 不过好在不一会 一阵脚步声 游近极远的传来 好像男人是离开了吧 许久 我终于放松了一死 紧绷的意识突然放松 也开始变得迷离起来 便沉沉睡了过去 直到我被一阵 吵杂起剧烈的敲门声惊醒 此时的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的时间 已经是早上的7点18分了 下意识地松了一口气 开门警察 那阵剧烈的敲门声还在继续 我被警察两字吓了一跳 连滚带爬下了床 来到门前确认门外 真是警察同志后 我便打开了房门 女士你好 我是不禁是刑警侦察队城东 现在想向你了解一下情况 此时门外的血腥味依旧浓郁 我不由颤声开口 邻居姐姐怎么样了 虽然我已经大概猜到结果 但是依旧忍不住问了一句 听到我的话 门口的两位警察眼神都变了变 昨晚发生什么事情了 很快我便随警察回到了警局 将昨晚发生的事情都说了出来 但是对于微信收到的奇怪消息 我还是选择为隐瞒 离开警局后 我甚至连家都没赶回 而是选了一家离警局最近的酒店 在前台办理了入住 就在我刚办理完入住 手机消息提示音变响了 我打开看到果然就是 昨晚那个提醒我不要开门的人 为了庆祝我们节后余生 下午四点前前往不禁旧货市场 12号摊位左上边有一个黑色的燕台 老板心里价位50 燕台价值500万 因为昨晚发生的事情 我不得不怀疑起这人的身份 为什么他会知道有杀人犯上门 难不成他是杀人犯的同党 于是我直接质问对方 你究竟是谁 过了许久对方都没有回复 就在我准备关掉手机吸屏时 对方终于发了一条消息 看到消息的我 突然一股无名火起 这怎么可能 而这条信息只有六个字 我是未来的你 半夜11点58分 一个字称是未来的 我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半夜12点的时候听到敲门声 不想死就千万不要开门 保持安静 就在下一秒 一阵敲门声便从门外传来 而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正是半夜的12点 我因为害怕躲进了被子里 度过了一晚上 结果第二天警察来敲门 告知我对门邻居姐姐 昨晚惨遭杀害 为了避开凶手的追击 我直接住进了 距离警局最近的酒店 此时看着对方发来的消息 我是未来的你 我只感觉一股无名火起 你居然敢耍我 你这些话连小孩都骗不了 你不信 你还记得 你高二那年 给数学课代表写的情书吗 要不要我现在给你念一遍 什么 看着手机里的消息 我的表情由愤怒转化成了震惊 他怎么会知道情书的事情 当时自己年纪还小 情窦初开 喜欢上了班里的数学课代表 但是这件事情 绝对没有和任何人提起过 甚至连那封情书 都没能找到机会送出去 就被自己丢掉了 可以说这事情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知道 那就是我了 难道说 对面的小猪狗屁 真的是未来的我 看着消息的我一时间失了神 不过好在很快 对方又发了一条消息 我这才清醒过来 你现在还不去买艳台 一会没了 你就不要后悔了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 我还是决定先前往救货市场 如果真的可以50块 买下一个古董艳台 那可就赚大发了 很快我便打了辆车 来到了救货市场 看着人来人往的市场 我的内心很是复杂 边走边开始观察 12号摊位的位置 好在摊位的标识很是显眼 我只用了一小会功夫 便找到了对应摊位 而我隔着老远 便看到了那12号摊位上 左边的黑色艳台 真的有一个艳台在这 我缓步走动来到了摊位前 蹲下身子 一一巡视上面的物件 老板尖嘴喉塞 看上去就是个奸商模样 见我来了 老板顿时双眼一亮 眼中似乎还闪烁着贪婪的火焰 老板这个怎么卖 我漫不经心地拿起左边的艳台 开口询问 20万 老板伸出了五根手指 却是喊出了20万的价格 我看着老板一脸黑线 老板也意识到了 自己口不对心的尴尬 笑了笑 我则是放下了艳台 转身就准备离开了 这家伙当我是冤大头吗 别人都说了你的心理价位是50 你还20万 果然一见我要走 老板便将我拦了下来 姑娘你这别走呀 还有事吗 哎呦一看你就是不懂行 我这不就是等着你还价吗 那我还个价 对对你还个价 说着我便伸出了一根手指 那就一块板 老板听到我的话 表情瞬间垮了下来 开玩笑的 100块卖不卖 好成交 果然老板不带丝毫犹豫的 就一口硬下了 我很快便扫了马 拿起艳台离开了摊位 至于多出了50块 我倒不是特别在意 如果这个艳台能换500万 那我还真不差这50块了 走出了旧货市场 街边就有着不少古玩店 现在的我倒是迫不及待 想要验证艳台的真假 转了好几圈 终于在街角的一家古玩店 看到了它门口正挂着一块 写着古董鉴定收购的牌匾 我心怀忐忑地走进了古玩店 至于为什么忐忑 估计是我还真害怕 那小猪隔屁在耍我 这一假货拿去鉴定 多丢人呀 女士您好 刚进门店 不知女士是想买还是想卖 你帮我看看这个吧 说着我便将艳台放到了柜台上 大叔也戴上白手套 打开身旁的灯 开始检验起古董的真伪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叔脸上的表情愈发变得震惊 过了许久 大叔才将艳台放回到柜台上 但是其实大叔的表情 却是没了之前的笑容 反倒是多了几分严肃 不知女士是想鉴定还是出售 如果是鉴定的话 我们这边出正书8000 直接出售 我看价格合适的话我就卖了吧 我此行的目的本就是为了验证 小猪隔屁微信的真实性 对于收藏古董 那我肯定是没有兴趣 女士 我们门店给您的报价是500万 如果是拍卖的话 多少 我一脸震惊地打断了大叔的话 这真的是500万 难道那家伙说的东西都是真的不成 它真的是来自未来的我 500万 如果您觉得价格不合适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您挂到拍卖行 不用了 直接出售吧 10分钟后 我怀着500万巨款走出了古玩店 因为从来没有过那么多钱的人 总感觉心里有点慌张 于是我便直接打车回了酒店 就在我刚走出电梯时 手机消息提示一遍响了起来 不用说肯定就是小猪隔屁了 点开聊天见面 不要开门 快离开八门 看到消息的我猛然收回了自己的手 因为我正拿着房卡准备开门 而房卡刚刚距离感应区 仅差五厘米的距离了 我心中一阵惊恐 难道说杀人犯就在里面 半夜11点58分 一个自称是未来的 我给我发了一条信息 半夜12点的时候听到敲门声 不想死就千万不要开门 保持安静 就在下一秒 一阵敲门声便从门外传来 而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正是半夜的12点 我因为躲在被子里逃过一劫 而邻居姐姐却是惨遭杀害 于是我在离开警局后 便直接在警局附近的酒店住下了 可是就在我准备打开房门时 手机信息又提醒我赶忙离开八楼 我赶忙来到电梯前 准备按下电梯 手机消息提示音又响了 不能坐电梯 走楼梯下七楼 和保洁阿姨一起坐电梯下去 看到消息我的手像出电一般收了回来 原来那个凶手是坐电梯来的 此时的电梯已经到达了五楼了 我连滚带爬闪身溜进了楼梯间 走楼梯来到了七楼 令我没想到的是上升的电梯 居然在七楼也打开了 一个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而我远远地看到了 电梯里面还有两个人 一个穿着艳丽的女人 和一个黄袍加身的外卖员 那女人浓妆艳抹 看上去倒不像什么坏人 反倒是那外卖员一直低着头 戴着口罩甚至都看不清脸 难道说凶手就是她 她很有可能就是杀害邻居姐姐的凶手 此时的我内心害怕到了极点 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别抬头求你了 好在电梯门很快又被关上了 而我则是走进了另外一台电梯 和一位清洁阿姨一起下了楼 有惊无险地逃离了酒店 但是一时之间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去哪里了 好在手机提示音在这个时候又响了起来 别乱想了 她一时半会追不过来的 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怕鬼吗 看到消息的我突然有点懵了 我这不是在逃跑吗 怎么突然问这种东西 还有你不是未来的我吗 我怕不怕你心里没数吗 行吧 大学城北街那边有一个不经别墅区 里面有一栋凶宅 现在三百万就能拿下 如果你能克服恐惧将别墅拿下 我会奖励你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看到消息中的惊喜两字 我没有一口印下 因为那可是凶宅 很恐怖的好吗 而且未来的自己还特意提起这个别墅 估摸这凶宅比想象中还要凶得多 以前自己做兼职的时候就给里面送过外卖 有次听到客户闲聊 里面的别墅基本都是千万起步的 而现在居然三百万就能拿下 那可想而知有多凶 犹豫许久 我一直拿不定决定 手机又发来了消息 我帮你决定了 明天就去看看 现在先回出租屋吧 今晚还是安全的 我被整得一阵无语 没办法我也只能跟着他的指引来做 总不能未来的自己还会害自己不成 第二天一早 我被一阵吵闹的消息提示音吵醒 不用说肯定又是他 而就当我打开手机看到消息的时候 我顿时感觉要疯掉 你还有三分钟时间出门 凶手在来的路上了 距离你大概五百米 一下子我整个人都清醒了 牙都没刷 戴上帽子口罩 穿好鞋子就往外面跑 这家伙真的是想害死我呀 难怪他昨晚会说今晚是安全的 原来第二天就不安全了 很快我便出了公寓楼来到了街道上 来不及多想直接拦下一辆出租车便上车走了 这凶手真是阴魂不散 不过离开了凶手追击的范围 我总算是放松了下来 直接让出租车开到了一处中介公司门口 来这里自然是为了买凶宅了 没想到刚走进中介公司大门 就遇到了熟人 这不孟孟吗 灵姐好呀 孟孟你这怎么来了 我笑着回应 那当然是来给你增添业绩的 你又要租房子吗 眼前的灵姐其实就是之前介绍我房子的中介 对于我的突然到来也是十分惊讶 那灵姐帮你找个便宜点的 很快我便跟着灵姐来到了她的私人办公室 孟孟你这次想找什么房子 实不相瞒灵姐 我这次是来买房子的 灵姐一听来了兴趣 毕竟她也知道我是个大一新生 之前租的房子还是特意选了比较偏僻的小区公寓 而现在怎么又突然要买房了 你是要买哪里的房子 我听说大学城那边的不经别墅区 有一栋凶宅别墅 不知道我们这里能不能连接到那边的房源呢 灵姐听到我的话 下意识惊叫出声 不经别墅区的凶宅 那个别墅死过人的 很多人 听到灵姐的话 我只感觉瞬间汗毛倒立 大学开学第一天 我推着沉重的行李来到了大学门口前 刚到大学门口 我就被这破败的学校大门给惊讶到了 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时 我还特地在网上查一下照片 也没觉得有这么破烂呀 这真的是我要上的大学吗 怎么看上去像是荒废的工业园 可是门口就挂有不经学院的牌子 没错了就是这里 我已经开始后悔选了这个学校了 无可奈何的是 我的成绩不好最后也没得选了 看着大学门口放着的巨大石碑 上面用红色字刻着六个大字 没有圆规 做不成圆 看到这六个字 我不禁一阵奇怪 原话不应该是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吗 还有 为什么大学的门口要放这么一句话 难道说这个学校的校规很严吗 不过没关系 我可是很守纪律的 这可难不倒我 没有多想 转头急匆匆的便去了新生报道处 来到报道处后 一位长相帅气的学长接待了我 很快便帮我办理好了入学手续 恶目 你用手机扫下这个 这是我们学校专属的APP 很快我便用手机扫描 并下载了学校的APP 关于我们学校的各种信息和规章制度 都可以在这个APP里面找到 如果你找不着去宿舍的路 也可以在APP上查看学校地图哦 对了 我们最近学校的通讯网络正在升级 现在我们也只能用学校的内部网络交流 如果你想联系家里人的话 可以去宿管阿姨的值班世界坐机 好嘞 谢谢学长 那我现在就去宿舍了 就在我打过招呼准备离开之际 学长又小声开口 学校的规则一定要遵守好 还有 小心学校里的其他人 千万不要被别人骗了 学长说这话的时候 表情都变得严肃了几分 像是在说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 我则是心想 不就学校校规吗 能有什么 我平日里也是狠手规矩的好吗 不要被别人骗了 别开玩笑 我可是智商250的天才 谁来都骗不了我 我的宿舍所在的宿舍楼 离新生招待处没多远 往西走了差不多200米就到了 就在我刚来到13栋宿舍楼楼下时 突然一个人影挡住我的去路 我抬头看见是一个扎着脏便的男生 学妹好呀 是刚入学的吧 看到突然出现的男生 我不由一愣 这人该不会是傻子吧 我这么多行李很明显就是新生呀 你该不会是见我好欺负 想给我推销什么电话卡之类的吧 学妹你学校的APP下载了吗 我刚在新生报道处下载好了 那你能给我看看吗 嗯 好吧 我有点猛 难道说现在推销电话卡的 都要看手机APP不成 很快我便打开了学校的APP 输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和学号 绑定了自己的学生账号 刚进APP首页 就看到了一个时间在计时的画面 好像是倒计时 168个小时 那不就是刚好7天时间吗 而在倒计时下面则有着几个目录栏 校园规则 校园地图 学校通知 课程安排等 不过我倒是没有在意下面的内容 而是对上面的倒计时充满了疑惑 这是啥东西啊 一旁的学长也看出了我的疑惑 这个是我们学校自习室的免费时长 你新来的肯定是不知道 我们这学校的自习室是收费的 每个学期都会给一些免费时长 如果超过了 那就是要另外收费了 原来是这样啊 可是这摆放的位置也实在是太显眼了吧 难不成是校方为了督促学生学习才这么做的 真是用心良苦呀 群妹你这刚入学学习任务不大 我现在大三了 课程比较多 所以去自习室的时间也会用多点 你看你这时长能不能卖点给我 我刚想说我免费给你了 那我以后要用怎么办 可你居然说的是转卖 那就有点意思了 毕竟我这刚上大学 要花钱的地方可就多了 你放心我们学校是准许买卖这个时长的 我这个价格也是帮你满意 我疑惑道 那你出多少钱收 一个小时十块 我现在就买你一百个小时 你看行不 一个小时十块 那一百个小时不就一万块了吗 虽说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家里给的生活费不少 但是开学要买的东西也多呀 如果能有这多出来的一万块 那我估计能宽松不少 再加上我一个大一新生能去挤回自习室 卖了一百 我剩下六十八个小时不也够够的了吗 想到这 我已经开始有点心动了 学长见我有意出售 又催促道 怎么样 我就说我没坑你吧 赶紧的了 我现在就给你转账 说完掏出手机示意要转账给我 对此我也欣然同意 于是便打开了收款码准备收款 就在我两即将开始交易时 突然一只手按在了我的屏幕上 我定睛一看 这人手臂上正别着三个大字学生会 这人是学生会的呀 学长看到学生会来了 表情立刻垮了 学妹我这还有事情 就先走了 我们的事情以后再说 说完学长便一溜烟地跑了 生怕下一秒就会对学生会吃了一样 我看着逃跑的学长 突然意识到 难道说我们学校 其实是不可以私下买卖自习时长的 惨了 我这现在不正式被人抓了正常 你跑了那我可咋办呀 就当我还在思索 要用什么理由搪塞过去时 学生会的学长率先开了口 新来的 我点了点头 像个安纯一样大气都不敢喘 我这才刚来第一天就被记过了 那我以后还怎么混呀 那你应该还没来得及看校规吧 我又点了点头 你该不会试的哑巴吧 有那么害怕吗 我是没看 还没来得及看 那你一会抓紧时间看看吧 说完便走开了 只是在离开的时候 我还听到了他自顾自说了几句 傻子年年有 今年特别多 看来今年开学一周人就要少一半了 而他身后的我 则是愣在原地不知所措 这就完事了 我还以为我要挨批了呢 吓死我了 我一会还是赶紧找时间 先将校规看完吧 还有刚刚学长说的 什么一周人就要少一半了 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是被学校开除去搬砖了吗 此时我只感觉满头问号 算了 先不管这些了 还是先回宿舍收拾收拾 再研究下那所谓的校规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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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